测试 测试就有意思 测试就不像我们编码这样 看似非常的集中 但是它会跟我们的实现过程中 有紧密的关系 我实现的越到后面 测试的内容越多 你看到没有 就这样子 发布 那么发布也很容易理解 我们在细化和初始化的时候 基本上没什么发布的事情 一直到你实现的差不多了 我发布的事情开始多了 为什么呢 那你说怎么不是完全实现完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什么 微软发布系统 还要发布一个什么 alpha版本 beta版的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集成过程中 就开始进行发布了 到最终的我们这个发布成功 重点的精力都花在后面 就这样子去看 是不是就看得明白 对吧 那么下面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一个生命周期 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这样的一个老的传统的这样的生命周期 后面我称它为V字模型 待会我会给大家看一下 我把它画了一个V字模型 那么这三个 我们想象一下 这几个 这六个工作流 实际上他们是有一个里程碑阶段的 对不对 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判定它是有一个里程碑 比方需求在哪个阶段 我们开一个需求评审会议 认为现在这个需求基本上告一段落 以后是不断的去迭代 就一些小活了 是不是就一个里一个阶段了 设计也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也在迭代 但是他们的迭代 实际上还是能分得出一个先后关系的 对不对 还是有一个先后关系 那么下面这块就不一样了 下面这三个都是贯穿我们项目始终的 配置与变更管理 项目管理和环境管理 你说桑迪 那个我们的项目管理的时候 我们Leader每天让我写开发日志 这算是什么呀 我会告诉大家 这既然是贯穿项目始终的开发日志 就是属于这个工作流 明白吧 所以以后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一方面是要设计我们上面的核心工作流 另外一方面呢 也要去考虑我们的支持工作流 怎么样来设计和实现 那桑迪 我们包括你之前都要求我们在开发时用版本控制 而且还要有一定的规则 那这又算什么呀 那版本控制当然就属于配置与变更管理了 看到没有 所以说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在软件工程 及软件工程管理各方面的行为 归到这几个工作流里面 并且按照阶段来进行它的迭带 这样子我们这张图是不是就看懂了 这张图要求大家能看得懂 非常重要 好 下面我说 我把核心的这个工作流给它归成了一个V字模型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V字模型 让大家产生一个更深的认识 这个V字模型是这样子的 每次是一个阶段 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需求 这个都是客户需求 系统需求 这些 这个英文大家看起来不是很方便 而且实际上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复杂一个图 我给大家看这个图吧 给大家看下面这个 大家看这个V字模型图 项目评估 需求分析 代要设计 详细设计 编码 单元验证 集成验证 系统验证和项目交付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 按照我们之前的那个定义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最开始的这个 这个 最开始的业务建模 也就是我们的项目评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 那好 我认为就是这个 我们还有个需求工作流 对不对 我们认为就这个 那我们还有个分析和设计的工作流 我认为就是这两个 我认为就这两个 我把设计拆解 为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 我们还有个实现工作流 我当然是认为是这个 加上一直到这 一直到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编码的时候 面对的只是各个单元类 对吧 但是我们编码 每编 编好几个类 是不是我们要进行什么 集成啊 就是把 什么叫集成啊 就是把一堆类组合到一起 一起来测 以前你都是 自己写的一个函数 你测一下 然后再测一下这个类 那么你自己也通过了 我们是不是 还得有人干嘛呢 把整个汇到一起 再来看 再来测 对不对 那么 这还少了一个 这还少了一个 这应该再加 再加上一个测试 然后最后是项目交付 项目交付就是发布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V字模型 那么为什么要给它定义成一个V字模型呢 你说为什么不一条线拉到底 你说桑底为什么不直接来个斜下坡模型 为什么从这边要上去呢 我画一下大家就知道 从左边 左边这条线 我们称为是设计 设计 右边这条线 我们称为是实线 设计是从上到下 越来越细 实线是从下到上 越来越大 越来越粗 也就是说 你看 我们在做设计工作的时候 像评估 是不是比较粗啊 我们评估哪些内容啊 老板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房地产评估系统 可能能掏二十万 然后 找个十个人来做吧 或者六七个人来做 这些就都是对这个项目的评估 还有当前这个项目背景 这都是项目的评估 对吧 是蛮粗的 然后再往下 我们就在考虑需求分析了 需求分析 完了之后 我们又考虑概要设计 概要设计也称为价格设计 也称为价格设计 那一直到这都还是比较粗的 然后一直到我价格设计弄好了 分成了各个模块 把各个模块分给各个组 由各个组再去设计 这个叫详细设计 一直到这儿 你看是不是由大到小的这样一个过程 再到编码 对不对 设计好一个编码 那么好 在实现过程中 我们又是由小到大 你刚开始面对编码的时候 你是不是直接面对单元 应该是我们的函数 再给它扩到类 再由类扩到我们的包 再由包扩到我们的项目 再由项目扩到我们的工程 是不是在逐渐的进行这样的一个系统构建 对吧 最后完成我们的整个总体包的这个发布 总体项目的这个发布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它是迭代的 注意啊 有一个没画出来 每个旁边我们都还跟了一个小圆圈 这就成为每一个步骤的迭代模型 这个迭代是指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那四个步骤的迭代 就什么实现啊 细化啊 就那几个步骤啊 理解了吧 这个V字模型 这些迭代就是经典的迭代的 V字模型 那么当地不太干预这个 我又创建了针对工业化生产的 W模型 展开给大家看一下 我把测试 原来测试是放到这个地方的 我把测试给它脱离出来了 把测试给它脱离出来了 左边称为开发线 右边称为测试线 或者称为我们的什么呢 称为我们的质量控制线 那么我们的 因为我认为测试也是有需求确立 验收测试 而不验收测试的设计 你看是设计 你看左边设计线 右边是实线线 系统测试的设计 集成测试的设计 我说一下 什么叫做集成测试和系统测试 就跟我们这 集成和系统是一样的 集成就是把各个类 就你写的某一些具体的类 给它集成成为一个一个的小模块 然后你写了一个登录这个模块 它有两个类构成 那么你最后统一来测 你这个登录这个模块 这个叫集成 那么什么叫系统呢 就是你有了一个 你表里有个BS结构的这个系统 你把那些各个模块给它汇成一个子系统 系统子系统 那么这个就叫系统 即系统测试 也就是说系统的级别比集成的级别要大 明白吧 那么测试设计好了之后 再不断的去实现实现 去执行这些测试 这就是项目交付 而且 这点就注意了 而且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 不是完全孤立的 就拿验收测试设计来说 也就是在需求分析基本完成了之后 我的验收测试设计就应该出来 也就是说将来在验收的时候该如何去测试 你就应该把用力要编出来 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吧 系统这个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你看 所以我为什么要建立QC这条线 这边是DV这条线 因为这样就叫测试线情 或者叫测试驱动 这就是一套测TDD的理论 测试驱动 通过这种方式 以后我们的组织结构就变了 组织结构变成什么样呢 上次是一个PM 下次是一个开发的经理 再往下是一个测试经理 当PM想把握进度的时候 先问测试经理 不要问开发经理 先问测试经理 然后再求你开发经理 所以有的时候 这种特别比较大的项目 有这样的一个必要 把测试单独给它脱离出来 一开始就要介入到测试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 当然这样的测试 肯定会涉及到白色测试 而按照我们原来传统的模式 都是什么呢 大家想象自己写软件的过程 都是需求分析 然后设计 然后编码 编码完了过后 进行一个黑核测试 点吧点吧 或者找些人点吧点吧 就发布 是这样的吧 但是那我就有一些问题 第一 你该测的地方都覆盖到了吗 你保证你测的是完整和全面的吗 对吧 第二 你真的保证 即便你测到了这个地方 你真的测 测到了这个目的吗 它的那些隐患都被 就是基本被你给测出来了吗 未必 所以我告诉大家 质量控制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 基于这样的一个模型 我写了一个W模型 那这个W WRUP 我创造了这样一个WRUP 也是基于RUP 改过来的 改良过来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应该分为哪些阶段 以及这些阶段的产物 及一些流程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大家知道 所以这些阶段 まず是 预忍1 2 2 3 7 8 你看 我们在进行软件的这种生产的时候 特别是软件工业化生产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些特征 要遵循一些原则 包括什么迭代的开发软件 开发与质量控制双线并行 但这是WU模型 量化可追溯的需求管理 这个就记住量化可追溯 追溯 使用基于构建的体系结构 标准性可视化的软件建模 这就用到UML就行了 验证每个步骤 控制变更 这是我的一些要求和原则 那么下面是对这些要求原则的一个解释 我就不多说了 我简单带大家过一遍 这个文档回头我提供给大家 自己下来好好研读一下 看 W模型 可知 软件工厂项目产生过程包括两个主要过程 开发和质量控制 二者之间是相互独立 又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开发阶段从设计到实现是个逆向过程 前者是置顶而下 前者是置顶而下 后者是置顶而上 同样质量也是 前者是置顶而下 后者是置顶而上 开发与质量阶段又是一一对应的 需求分析完成之后 质量控制也可以完成验收测试设计 质量控制阶段又隐含着对开发阶段的审核 开发阶段大部分的审核 皆由控制部门 就质量控制部门来实现 好 我们看一下开发的阶段 分为了项目评估 需求分析 概要设计 详细设计和编码实现 这个就是开发阶段左边这条线 项目评估阶段 它的目标是 评估项目的级别 风险项目需要投入的资源 及可行性方案 那么这个阶段的产出是什么呢 项目评估表 项目立项书 原始核心需求问档 由客户提供的一些原始的问档 项目计划 项目计划 那么 这个待会我们回过头来 我会拿一个例子来给大家演示 现在我简单过一遍 这些记不住也没关系 项目结束了之后看 它就应该有这些产物 你看我们还有责任人 还有具体的评估流程 这个是不是就涉及到了 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 你看 活动 产物 角色 看到没有 是不是就涉及到 我们刚刚要提到这些了 广泛的进行应用 比方项目评估表 由谁出 项目立项书 由谁出 盖尔原始需求 由谁出 那么大家会问 桑铁 我团队一共才四个人 你光一个项目评估 就这么多人了 我说的这个是角色 一个人可以身兼数据 一个人可以身兼数据 当然了 而且这些产物里头 有的是必须要出的 有些是可选的 这里就不一介绍 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也是一样的 要达到的目标是明确分析客户的需求 并且量化成需求分析设计文档 以达到确立商业用力 及系统边界的目的 这个阶段的产出 就是蓝图 核心项目需求 还有原始的用力模型 还有项目数语表 相关的商业案例 原始的风险评估等等 至少在这个阶段 我会告诉大家 我们学了UML过后 需求阶段 我们第一 要出我们的需求的UML文档 这个是必须需要的 第二 我们需要我们的UI原型 看没有 第三 有可能的话 如果老板要报告的话 我们要给老板一份需求分析报告 这个报告很简单 你把前头两个素材整理整理 汇成这个报告也可以 项目计划的第二个版本 就是我们项目计划要一直跟着走 项目计划要一直跟着走 好 还有在需求过程中 凡是从客户那儿得来的需求 我们都要他签字确认 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这样可以免责全力 好 第三 盖要设计 盖要设计也称为价格设计 或者叫系统设计 这部分就包括设计的描述 也包括设计的实现 而盖要设计就是给我们的项目去搭骨架 去搭骨架 更多的是关注模块与模块之间的接口 这样的一些端对端的关系 产物 你看我们又要一个设计的UML 也就是说 以后我再讲到这个需求和设计的时候 会跟大家去讲这些UML 那么 还有我们数据库的实现 如果有的话 有数据库的实现等等 代码表 最后是详细设计 详细设计就是 由我们架构师 把各个子模块之间的关系 关联给设计好了 然后把各个模块分下去 让各个小组自己去做设计 这个详细设计就到代码实现的那个环节 那么详细设计也是需要文档 也是需要文档 最后编板实现 是最下层的一个工作 实现完了过后 什么code review啊等等都要做 然后单元验证 比方说我们的单元测试 就是单元验证的一种方式 然后集成构建 你看下面都是管理相关的一些内容 都是管理什么覆盖表啊等等 项目交付 然后我们在质量控制的阶段 我给他定义了这些阶段 然后我们生产的结构 我们刚刚说这个结构 是不是有什么角色 activity 还有谁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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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下 imperium 感谢观看